在长约900公里的河西走廊上 除了张艺的黑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外 还有着另外一片属于野生动物的绿色家园 那就是甘肃宾威动物保护中心 它坐落在五威市城东21公里的清源镇 在这里生活着许多平时难得一见的珍稀保护动物 野草 沙丘 你看到我身后的这幅场景 一定觉得我正在野外 但其实呢 你眼前所有的景象都是人工营造的 这是因为我现在正在甘肃宾威动物保护中心 在这里呢 我们也听说保护着当地的几种野生物种 我们为了更加地了解这些可爱的小动物 也请到了一位非常了解情况的老师 刘老师您好 你好 您好 久等了 没有 之前跟您打过电话联系 好的 您把我们先带到这儿来 是为了先带我们看什么动物 我们中心的非常珍贵的动物 有菩萨叶马 野骆驼和赛加林养 今天我们先去看看赛加林养 先去拍拍赛加林养 先看赛加林养 它就生活在这里面吗 对 走 我们进去看看 甘肃宾威动物保护中心的前身 是1981年成立的远武危险 自杀造林站 这里是三北防护林的重要地区之一 经过几年的治理 植被覆盖率 由8%增长到了50% 生态条件也变得更加完善 经过专家的考证 这里比较适合荒漠地区的 有蹄类动物生存和繁衍 甘肃宾威动物保护中心 也于1987年正式成立 那像这个赛加林养 它是本地的这个物种吗 赛加林养 在历史上 我们中国的西北部 是它的风部区 是它的生活区 那么最后 这个赛加林养的一则消息呢 是三世纪五十年代末 在种根儿棚地 有一个老人家 还养过赛加林养 这就是赛加林养 在中国灭绝的最后的消息 之后呢 在半个多世纪 再就没有发现林养的争气 赛加林养在我国业外 已经绝迹了 从1988年开始 宾威动物保护中心 先后从美国和德国的动物园 引进了11只赛加林养 经过30多年的培养和繁育 保护中心内 现在共有赛加林养170多只 奔跑起来的场面也很壮观 而我们也更加期待 能够快点看到他们 你们看到那个沙串 就是他们跑起来 然后蹄子打起来的沙串 现在全部跑到这个 山往外面的 那一片小沙串那儿去 我们等一下 因为我在这儿 刚才看了大概 几分钟的时间 我发现它总是在 试探找路 试探在找路 所以 现在它在快速地聚集到那边 它想找去另一条路 但是 可能那边的铁网 会告知它 那是一个边界线 慢慢地它会回来 就在我们猜测着 羊群下一步动向的时候 它们一起飞快地冲了进来 整个羊群就好像一支 训练有素的部队 它们的方向 步调和节奏都很一致 其实现在这个距离 对我来说已经能很清楚 看清它们身上的这个 一些特征 比如说它们的脸呀 其实还是挺长的 然后在脸部的中间 有一道白色 然后这个领阳脚 就像我们看到的藏领羊一样 笔直地直向天空 但是我在这一群羊群当中呢 也只看到大约不太到一半的 这个赛家领羊头上有领羊脚 它们的领羊脚也非常懂得 你看现在它已经停下来了 这一整群就停在那个地方 赛家领羊最显著的特征 是高高隆起的像牛羊的鼻子 因此人们又称它们为高鼻领羊 赛家领羊的嗅觉和视觉 都非常灵敏 一公里以外的危险情况 它们都能够察觉得到 并能够迅速离开 即使是刚出生五六天的小羊 奔跑的速度也能够达到 每小时三十公里 因此当地牧民也称它们为 长跑健将 真是太美了 太美了 李老师 我刚刚觉得它们真的是太美了 因为腿非常的细长 然后它整个姿态非常的优雅 因为你知道吗 就是给我的感受是在整个羊群里面 有几只好像是有观察兵的那种感觉 因为它停下来的时候 它是昂首挺胸 拉直这个脖颈的 然后会慢慢地这样回头来看 真的非常漂亮 它比较健壮 比较健壮 比较健壮 它那个四肢和曲体 腿下就是脊肉 没有脂肪 没有脂肪 所以它那个运动员 那个体型体格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它跑的时候 觉得非常有力量 它这个羊蹄非常有力量 踩下去一脚 很扎实 成年公羊的脚大约在25厘米 它们可以长到两岁左右 不过再加领养的寿命也很短 一般只有三四年的时间 所以它生长的速度也比较快 小羊在出生八个月后 就可以繁育下一代 那像它这个 在繁育下一代的时候 一胎是有几个小羊膏 如果是头一胎 算头一胎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头胎都是只有一个 如果是第二胎 它的这个双高率就比较高了 双高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五六十 也就是说最多可能也就是两胎 那在它这个短暂的一生当中 有几次做母亲的机会 有三到四次 李老师告诉我们 赛家领养之作也会在中国野外灭绝 除了环境的变化 和它此生繁育的特点之外 还有就是人为的捕杀造成的 因为赛家领养的脚 是一味珍贵的药材 所以市场上对它的需求量很大 《本草纲目》中对赛家领养脚 有着详细的记载 它具有清热震惊 凉血及毒等功效 对高热烦躁 癫痫 斑枕 以及窗毒等病症都有很好的疗效 其实这个赛家领养脚 我们花样它的成分的话 它跟这个牛角 其他羊的这个脚 和我们的自甲 头发 成分都是一样的 它都是焦化蛋白 还有一些矿物成分 这跟我们的头发指甲 都是一样的 对 以焦化蛋白为主 焦化蛋白 对 那就偏偏它的这个领养脚里面 才有这些药用价值是吗 对 唯独这个赛家领养脚 它具有这个药用价值 随着医药技术的不断发展 现在已经有其他药物 来代替赛家领养脚的功效 我们甚至组 对这种动物 也有了全新的认识 甘肃宾威动物保护中心 除了赛家领养脚 还繁育着另外一种 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 野骆驼 在我国境内 它的种群数量 甚至比大熊猫还要少 而在全世界 野骆驼的数量 也只剩下不到一千封 李老师告诉我们 相对于赛家领养来说 我们可以更近一些地观察它们 你瞧 这铁栅栏也够高的 那待会我们能进去吗 李老师 可以进去 不过我们拿一个武器 这个骆驼它是从小人为大的 不怕人 它把人跟前凑 所以它是烦着它的 拿什么武器呢 就拿一个树枝 我们进来了 来 我感觉好奇妙 它就在我的旁边 你看 你看 我慢一点转过来 它好高大 不要走 天哪 好多皮 你瞧 骆驼是论风 对不对 所以我不能说皮 这样我说话的声音大小 会刺激它吗 它这个还是比较大 比较大的 其实骆驼是不太怕人 是吗 它是看到它手里面 拿着那个草的 草吸引它了 在历史上 野骆驼曾经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有分布 但目前仍在野外生存的只有蒙古西部的阿达山和中国西北一带 不过要想找到它们的踪迹也很难 在宾威动物保护中心内 现在共有16封野骆驼 在这里能看到它们 我们设置组也感觉非常的幸运 野骆驼不仅能够耐机耐壳 也能耐热 耐寒 耐风沙 所以有着沙漠之洲的美名 它能够适应零下40摄氏度到零上55摄氏度的巨大温差 也能在风沙漫天的沙漠和戈壁自由地行走 与我们平时能够看到的骆驼不同 野生骆驼的体型要更高大一些 整个身体的长度更短 它的脖子比家阳骆驼更直 驼风则稍小一些 其实李老师我特别好奇 就它的这个驼风里面是什么 是它储藏水的地方吗 因为我知道骆驼特别的耐旱 骆驼特别的耐旱 它那个齿上里面 它那个驼风里面 驼风的不是水是此番 当它营养好的时候 它把这个营养我之此番 驻从在那个驼风里面 当它极客的时候 缺水的时候 它驼风里面的此番可以转化成水 所以抗旱是这个因素 所以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的 就是它的那个后背上驼风 是个水袋 那它身上有这样的水袋吗 没有 完全没有 全部都是依靠就是脂肪到水 水到脂肪这样一个过程 对对对 保护区的爷骆驼 一顿饭可以吃十多公斤干草 每天喝二十公斤水 通常吃饱喝足后 就会找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地方返除 其实我现在靠近了 我能够发现 就是骆驼的这个脚掌非常的大 但是而且就是从前面看 跟从后面看不一样的观感 因为前面你会看到 很明显的两个指甲 然后但是从后面看 却感觉它这块特别的软 这是它这个 它这里是有一块肉垫吗 像猫咪那种感觉一样 它前面还是有个拧壳 那个往后呢 它都是一个肉垫 它踢自所以它能在沙漠里行走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踢旁边比较大 爷骆驼这种特殊的脚步结构 不仅能让它在沙漠当中行动自如 还可以防止阻止在过热 或冰冷的沙地上受伤 它的胸部 膝关节周围的皮肤都比较厚 方便它在沙地上跪我休息 我感觉小的时候动物园 是最让孩子们高兴的地方了 虽然今天我已经长大了 但是整个今天一天跟它们相处下来 我还是觉得特别的高兴 更让我们高兴的是 这些野生双风骆驼呀 还有我们看的赛家羚羊 它们都慢慢地在离开 冰威动物保护中心 重新回归到它原本大自然的家 我们也希望有一天 这些动物能够全部都离开这儿 它们不再被称为冰威物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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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